多謝大家來到一分鐘新智 香港人在網上購物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差不多每一個香港人都試過在網上購物 當我們在海外買一些物品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填上我們的地址 還有我們有一個叫做郵政編號 或英文叫做Postal Code 通常我都會填幾個零 或者幾個一 網站都會接受 甚至在香港郵政的網頁都教別人說 你可以填四個零、六個零 或者填HKG都可以 但最近當我幫寫一間國際電腦品牌的公司的時候 他就要求我填上香港的Postal Code 於是我就填六個零 但發現他是不接受的 最終他就叫我填六個數字 這六個數字就是999077 所以今次的一分鐘新智 就跟大家說 以後我們填香港的郵政編號的時候 就可以填999077 但究竟999077 我們應該在哪個位置填才對呢 原來這六個數字是由中國郵政 分配給香港的一個郵政編號來的 故事如果我們的地址是寫中國的話 那這六個數字就應該是在中國之後 填上9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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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有一點呢 很有趣的 有些網站會把香港作為一個地區 然後呢 它又會叫你填上一個郵政編號 即是代表呢 如果你在18區那裏居住呢 那它又會叫你填這18區的郵政編號 那如果我們參考其中一個網站呢 它的資料就顯示呢 無論你住在屯門啦 深水埗啦 油麻地啦 你都可以填這個郵政編號 999077 都可以接受的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呢 譬如新加坡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甚至比香港更小 它都有不同的郵政編號 那香港人有自己的郵政編號 有什麼奇怪呢 如果大家覺得這次的資料對它有用的 記得訂閱和按讚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